本港疫情嚴峻 政府上個月大幅度收緊防疫措施 其中發營屋也要關閉至4月20日 不過日前政府說 考慮市民有實際需求 發營屋可以在10日起重開 令一眾老闆陣腳大亂 同樣又開設發營屋的馬機 這日就早回到店鋪打點重新營業 他也承認政府今次的安排 實在來得太突然 很突然 因為那個時間實在太短了 前天才突然中午 即是一天半的時間 就說可以重開了 但當然是開心 雖然是突然 因為本身都是想著要 捱兩個半月 現在突然間原來捱一個月就可以重開了 如果對於一盤生意來說 就當然是好 有沒有計算過損失了多少次 其實本身說停兩個星期的時候 我們都計算過大約損失20萬左右 如果你這樣加上去一個月 就損失40萬左右 所以幸好 即是現在可以重開了 終於 就叫做止了那個蝕線 起碼可以做到生意 可以交到租 馬機又說一眾同業為了自救 都作出相應的變陣 甚至提供上門理髮服務 想不到突然不用停業 搞到他們已經花了的心力 完全白費 因為它開得很突然 我發現原來我們有很多的行家 甚至乎是我們自己 例如在髮型屋裏面的髮型師 他們本身為了這兩個半月 都有很多的準備 例如像我表弟一樣 其中一個髮型師 他特意為了上門剪頭髮 買了一個新的行李箱 他說買了一千多元 誰知一買完之後就說開了 有些行家可能很好 直接訂了酒店房 或者租了一個小小的地方 添置了一些用具 打算裝得漂亮的 這兩個半月可以先圍皮 雖然有些手忙腳亂 但有得開工始終是一件好事 對於政府要求進入髮型屋人士 雖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 並全程佩戴口罩 顧客同時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馬基覺得這些要求大家都習慣了 所以並不是甚麼問題 反而他日前就被政府的緊急警示系統嚇倒了 非常害怕 甚麼事 從來的電話沒有這個響聲 為甚麼會響到這樣 我以為我第一件事 就覺得好像要躲進防空洞 第二件事就是 我看到他寫著那個伊利沙伯醫院的字 我以為我中了 我以為安心將會告訴我 你已經確診了 或者是密切接觸者 所以你就要被隔離進去QE 然後再看清楚一點 因為他又吵又響 我又認識不到 我會很緊張 真的驚嚇了一點 可能那個響聲下次可以轉一轉